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是同事是闺蜜更是家人 一起工作 一起干饭 快快乐乐 常常久久羡慕这样的友情 在今天的上班路透中白露本来已经走远了 听到后面的声音才发现是助理呵呵摔了 第一时间返回服务起来 确认呵呵上了房车他才继续走了 看得出来真的很关心啊 你可以永远相信这俩人的感情 呵呵对白露也是真的好 因为一句你来陪我吧就辞掉 自己城市稳定的工作 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陪着白露打拼 一直非常细心地照顾着白露 白露也会在自己有能力之后 给呵呵开通亲密妇告诉他 想要就会有 会在别人说羡慕呵呵时说应该羡慕我有这样一个好闺蜜 他们早已成为彼此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一家人 不少网友表示 好想有个像白露这样的闺蜜 人生难得有这样一个朋友 我非常羡慕 一路呵护 是朋友也是亲情 白露和呵呵都要照顾好自己等等 2. 古偶最强CP营业 白露张灵和片场亲密互动 团宗也提上日程 经常看电视剧的网友一定会发现 这几年很多电视剧在播出的时候 会更专注于戏外两位主演的互动和营业 因为越来越多的网友喜欢科CP 所以片方也抓住了这个商机 过去一段时间有很多营业效果 非常好的营幕CP 然而近日绝对诞生了 古装偶像剧中最强的营业CP 白露和张灵和合作主演了宁安如梦 这部剧已经杀青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而且也有网传消息之后 很快就会和大家见面 目前 片方不仅爆出了白露和张灵和片场亲密的互动 接下来大家还很有可能 看到以这部剧的几位主演为主的团宗 这部剧在拍摄的过程中 张灵和的热度还不算太高 当时苍蓝爵还没有开播 如今他已经有多部带播的热门古装剧 即将和大家见面 也被网友们列为是一位代曝的男演员 目前白露和张灵和都是带有一定流量的演员 在此之前 狗子曾曝光了白露和张灵和的恋情 当时狗子发出了白露 在张灵和家门口并冲着门内笔心 恋情被曝光之后 二人并没有直接地做出回应 即使是恋情绯闻缠身的情况下 两位演员依旧十分敬业 每一次有特殊的节日 他们都会配合营业 目前这部剧应该很快要提上日程了 白露和张灵和在片场大量甜蜜互动的花絮被曝光 白露在与张灵和合作之后 又与王鹤地合作了一部现代剧 让大家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对比同样的营业视频 白露和张灵和的CP感会更强一些 这几年很多作品在播出之后 会安排一些主演合体直播的营业 还包括一些合体的采访和线上的见面会活动 但以作品为单位而录制团宗却很少听说 看到这个消息之后 网友们都觉得比较震撼 甚至都在评论区喊话真情侣 两人在恋情绯闻被曝光之后 确实没有任何避嫌行为 也一起参加过红毯活动 之前白露合作的品牌方的官博 还认证了两人的情侣关系 但一直以来两人都没有亲自承认过 所以双方的粉丝也都不太赞成他们在一起 毕竟他们都处于事业的上升期 现如今娱乐圈的大环境也是竞争十分激烈的 从官博的动态中也能够看出 这一次的团宗真的有在认认真真的完成CP粉的愿望 在线上收集各位网友对主演的一些愿望 如此一来 接下来的团宗应该是两人 在恋情绯闻曝光之后 首次正式的同台 为了作品各方面都已经付出很大的努力了 接下来即将播出的古装偶像剧有很多 除了《明安如梦》之外 还有《安乐传》《玉古瑶》以及《狐妖小红娘》 这些带播的作品都是根据热门小说改编的 而且主演阵容也都非常强大 想要在众多作品中突出成为真正的爆款剧 也确实需要付出很多努力 期待这部剧的团宗能够早日和大家见面 相信一定会有很多看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